大家好,我是阿妈,早上好 今天的早餐蒸的坚果米糕配上南瓜小米粥 现在是早上的6点32分 两碗的大米粉,就是你在超市看到的粘米粉 再加入一碗的糯米粉 甜度你要多放一点糖啊 这个米糕不甜不好吃 给它们搅拌均匀 我放的是细砂糖 水就是常温水啊,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拌到没有什么干粉呢 有一点疙瘩的就差不多了 我这里是家庭里面吃的饭碗那个小碗 饶水准备的是300毫升的 但是用完下来还剩一大半 然后就这样子给它抓捏 怎么状态呢 就是你能够抓捏成团 按开又可以散开的这种状态 你再用这种搅打器给它搅散一下 把大颗粒搅散 然后再准备一点这种坚果 放一点熟芝麻给它搅碎 就加了坚果 我觉得这个米糕真的是很好吃 它那种坚果香啊 然后还有那种蔓越莓的这种酸甜度 都是能够增加口感的 我放了两包啊 就刚刚好的口感 大家参考一下 混合均匀就搞定了 早餐比较赶时间 我就没有过筛了 如果你不在早餐这个阶段去做的话呢 其实过筛一下口感肯定会更细腻一点 我是用了这种做绿豆糕的那个模具 绿豆糕每做米糕先做上了 压一下 成型了你就放到那个蒸地上 你不要在别的地方压 直接压到那个蒸笼上面 像这样子它就拿起来 反正一拿就散 你不要去拿它了 开水上锅 蒸上15到20分钟 这个是昨天晚上用电饭锅预约的小米南瓜粥 还可以啊 粘稠好喝 按自己喜欢去加一点白糖 我是昨天晚上用主粥键预约到第二天早上大概6点半的 拿出来先冷却一下 这是前天腌的剁椒黄瓜吧 我看颜色已经酸了 拿出来闻到一股浓郁的酸味 这个腌了以后就可以直接放到冰箱去冷藏了 这个可以吃两天 哇真的特别提味道 这边的坚果米糕也已经可以出锅了哈 还是有点厨房经验的 这个蒸出来真的是坚果香味啊 米糕香味都很浓郁 口感是松软中带一点糯性 你会放糯米粉 而且坚果是虽然很香 但是它有颗粒啊 就粗糙一些 你们做就多放一点蔓越莓黑芝麻 就这样啊 先开吃了 晚安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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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